一命二运三风水 风是好坏和你大有关系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秘利讲堂 今天呀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 有卧残的人命运如何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眼睛的好坏呢 对一个人的命运影响是很大的 细心观察的人都会发现 很多名人或者富豪紧灵睫毛下缘呢 又会有一条约四到七毫米的带状龙起雾 不了解的人呢会把它当作是眼袋 其实并不是 因为它好似一条残宝宝 横卧在下睫毛的边缘 所以呀被称为卧残 那如何分辨眼袋和卧残面相呢 有卧残面相的人命运又如何呢 小酱汁今天就来为大家分析一下 一什么是卧残眼 卧残是我们中国人用来形容眼的名称是桃花眼的一种 又称眼台 眼轮 或者卧残 即眼睛下方 紧离睫毛下缘 微微隆起的部分 称椭圆形 微笑时呢会更加明显 卧残眼和酒窝一样 在人群中出现的频率很高 但有的人明显 有的人呢就不明显 有卧残的人容易让人清静 有魅力 正是因为有卧残的存在 让人笑起来更有魅力 感觉讨人喜欢 容易让人产生清静感 二有卧残眼的人命运如何 整体来说呢 有卧残眼的人啊 是上天的宠儿 一生命运都比较好 容易大富大贵 从面向上看呢 有卧残之人头脑聪明 运势较好 男人有卧残 性格平和 做事 踏实稳重 年纪轻轻呢 就有自己的独到见解 有贵人相助 事业上有一定的社会地位 异性缘望 魅力之大 未来感情一分丰盛 女人有卧残 注定是富贵名 外表迷人 交集能力强 桃花云不断 婚后呢 有望夫运 具体可以从哪些方面看出呢 一 人缘 有卧残眼的人 一般人缘都会比较好 他们比较有魅力 非常讨人喜欢 容易让人产生清静感 而且呀 他们大多性格比较好 容易相处 给人一种平易近人的感觉 因此呀 更容易讨别人欢心 尤其是当他们笑起来的时候呢 眼睛会有种轻盈的润泽的感觉 所以身边呢 会有很多朋友围着 人缘就会比较好 二 子女运 面相俗语中有提到 墓下卧残纹 当生贵子孙 意思就是说呀 眼下有卧残 主富贵 生贵子 卧残其实在相学上面呢 我们也叫他为子女工 不管是男人还是女人 我们都可以从这个位置 看出他们的子女未来是否有出息 再或者呢 以后自己的感情生活 子嗣的健康问题 都能从这个位置看得出来 如果一个人生的卧残比较丰满 肉厚饱满 说明这个人 日后的子女将会俘虏双全 子女工柔软丰满的人 感情大多又比较温柔 也比较有魅力 日后在选择另一半的时候呢 眼光也是相当的独到 子女工凸起的人呢 都比较有人格魅力 而如果一个人的卧残位置 比较凹陷 又是乌青色的话 干扁无肉的话 则说明这个人的子女运较差 日后呢 子女会体弱多病 不好管教 会因为子女的事情奔波 也会因为子女的事情 让自己心里交瘁 就感情而言呢 由于内心感情比较内敛 在恋爱感情运势上 会比较不顺利 容易措施好姻缘 三感情运 有过残念的人呢 一般感情运比较好 男人性格大多温顺 而且有耐心 在选择伴侣上面 会有自己的一套理论 对自己的另一半 也可以说是 倾注所有去关心和爱护 女人天生就比较善良 天真烂漫 也重视这一性格 能够吸引很多异性朋友的喜欢 所以婚后呢 也会有很多的福运 婚姻生活会经营的有声有色 当然他们中晚年 运势也会非常好 较能幸福的过到这一生 张志玲眼下呢 就有卧蚕文 她跟爱人 袁永怡的感情 就一直很好 四 贵人运 有卧蚕的人性格比较稳重 思想呢 也会叫同利人稍微成熟一些 即使工作和生活上 出现一些棘手的问题啊 也能够很好的去处理 所以很容易就能成为 上司或者老板的左膀右臂 事业上面的成功率会比较高 贵人运要比其他人都要旺盛 工作中呢 常常遇见赏识自己的贵人 并且得到他们的指导 事业可谓是一分丰盛 大红大紫 赵丽颖眼下就有比较明显的卧蚕文 五 财运 事业运强 性格又好 那么有卧蚕的人 自然财运方面也不会差到哪里去 人的财呢 主要来自两个方面 一个是来自工作上面的正财 一个是来自另一半的财 而且他们在管理钱财上呢 也有很好的独特见解 很容易就能够做到财生财 能够很轻易地通过自己的理财小技能 成为大富翁哦 六 心态 握散眼给人的第一印象就是亲戚和睦 面如其人 这类人不管遇到多大的挫折 都保持一颗积极乐观的心态 来面对一切挑战一切 人常说呀 以和为贵 拥有握散眼的人 永远保持平和的心 不争不抢 不急不躁 好运总会降临 感情中呢 如果有一方多忍让 多包容 必定能够走得长久 和谐 顺畅 三 如何区分 握散和眼带 握散有时候很容易让人与眼带相混淆 其实握散和眼带是有很大区别的 眼带是呈三角形状的 位于眼瞼子女宫再下一点的位置 而握散呢 则是椭圆状 像一条残宝宝一样 握在下眼瞼的位置 握散和眼带还有一点区别就是 有眼带的人笑与不笑 都会给人一种很憔悴的感觉 而有握散的人 则永远给人一种亲和力十足的感觉 眼带无论何时都会有 而握散只有笑的时候才会行事 四 整容而成的握散眼命运好不好呢 从相学角度分析啊 整容是属于破相的一种 这件事情首先是不支持的 所以呢 整容的握散眼一般命运不会好 但具体还是要集合 命主本身的命力情况 以及对面相的迫害程度进行分析 而且整容存在一定的风险 所以小酱汁老师呢 建议大家还是要三思熟虑后再做决定 除了小酱汁上面讲的这些呢 其实有握散眼的人 早年健康方面容易出现问题 需要多加注意 但总的来说呀 有握散的面相命运是非常好的 那么你有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迷你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